好 下面是一題 學測體 102年第八題 國中生教會 國中生教會 我們今天的溫度越高 越偏向藍白色 如果今天我們溫度越低 越偏向紅色 所以我們大家今天我們看太陽的時候 太陽差不多應該是紅色的啦 所以太陽可能差不多就落在這個位置喔 好 大家可以從這裡去明白 今天就是哪一個恒星 它的溫度會比較高喔 好 那假設我們有顆太陽 可以有這個地球 我們好像應該給我們講 我們今天是太陽可以有這個地球 好 太陽平常在反應的過程中 它會釋放出一些些的高能力子 那有時候比較激烈就會形成我們的太陽光 那這些太陽光如果直接打到地球 會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沒關係 我們現在看一下太陽光究竟的成分是什麼 太陽光的話主要是非常多大量的 子子跟α粒子 這些全部通通都是帶電的高能力 α粒子你畫會教的 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α粒子呢 大家要記得喔 是氦原子核 也就是把氦 外面兩顆電子拿掉 這就是我們的α粒子喔 那我們太陽光今天有這些高能力子所組成 如果今天跑到地面上來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地球上呢 有非常大量的這些 靠著電波在傳輸的一些工具 例如像是手機 無線電 或者像是衛星 這些東西如果今天在太陽光 這些高能的帶電力子 衝到地球上的時候 這些東西全部都會被癱瘓掉 所有它的頻率 所以它發出的訊號全部都會被干擾喔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手機還是這樣照常可以用啊 我們並沒有每天都很莫名其妙的手機 就是說 喔 我們今天太陽光來 這些手機不能用喔 為什麼沒有這種狀況 其實就是因為 我們在地球外面還有一個磁程 這個磁程怎麼來的 我們說地球有藍磁機跟美的形狀 這個磁程就跟我們一般磁程一樣 結果磁力線就在地球外面形成一層磁程 產生一個對地球非常好的傳播 今天如果太陽光在靠近地球的過程中 它會受到這些磁程的捕捉 或者被這些磁程作品避起來 這也使我們地球能夠免於太陽光的一些危害 不過有些高能力子會順著我們的磁場 就像到達我們的磁區 就像這樣子跑進來我們的磁區 那在這些高能力子呢 碰到地球大氣的時候 就會去激發地球的大氣層 去撞擊我們的大氣層的一些氣體分子 於是產生我們的極光 所以我們在南北極的地方 會看到極光的原因 來自於我們宇宙的一些高能力子 受到磁力線的吸引 於是跑到我們磁區去撞擊我們的這些高層的 這些大氣造成我們極光的出現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解架這一題 這一題究竟什麼選項會是對的呢 太陽光是現今太陽的主要來源 當然是錯的啊 我們今天來自於的是太陽光吧 太陽能百要罵太陽光效 才能夠產生我們的電力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 太陽光主要為 帶電的高能力子 剛剛講到的是我們的質子 還有我們的氦原子核 這兩個都是我們的帶電的高能力子 好接下來呢 C選項它說地球製造前面是太陽光 太陽光影響最大 剛剛有沒有看到我們的 我們的地球呢 是受到我們的這個 實際上所保護的 你發現我們的吃到這一塊區域 其實都是安全的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南北兩極呢 你的上風氣體會受到太陽光的激發 色溫越高越偏南白 色溫越低越偏橘紅 所以以後不要用它的亮度來去區分 它就會多 要用色溫 好接下來太陽光的主成是什麼 我們的質子 或者我們說它是氫原子核 或者是我們R8地質 也就是氦原子核 好那它的災害會是什麼呢 它會貪化我們的電子通訓產品 接下來呢 浮地球磁場就是我們保護地球的 我們透過磁場去捕捉一些帶電子的地質 然後有一個東西叫做發艾倫帶 它就製作很多大量的磁場的粒子 這邊之後的延程會提到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能夠補充一些粒子 它就不會進入到地球來啦 然後有些粒子 然後會順著磁力線到達極區 產生極光 OK 那這邊那我們來做比較相關 考慮送給你們的事 我們來看一下地球大洩結構 蘋果隊友 下一個提交 愛奇哥下一個提交 請看吧 接下來的地球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的重點 不知道全家流光總統 來的地球自轉的總體 執政還是邪的 還有地球三位級究竟在哪裡的話 麻煩先點擊去看一下我們這個單元吧 好 我們下次再見囉 好啦 反正的一句話 按照你目前所學知識這題 你就應該會寫 OK 小朋友 下課